行善十分可贵 能持续不待 善播爱心更是令人敬佩 尤其国际狮子会300D万区 阿里山狮子会临世荣会长 即是致力于此目标 独创行销善缘的方式 办理各项社会公益 让爱跨出国界传出台湾 会长他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人物 以前就是说行善不欲人知 但是他现在就改变这个想法 透过媒体的这些宣传宣导 把做过的社会服务案件 能够让社会能够广为之道 大家能偶尔相传 为扩大社会福利与爱心 林世荣接任阿里山狮子会 第35届会长 短短一年期间 特别以拼事业的心 举办各项会晤与社会公益 其中策办的行愿非洲感恩参会 为非洲儿童募得200多万的成功经验 最为人所惊惊乐道 林会长上任时率先捐出100万元 今年的受证交接典礼与新任会长陈明哲 还分别捐出50万与100万元 均是体现抛砖引玉的成果 社会服务就是跟我们一般是以往不同的那个服务案件 就是去年的那个行愿非洲这个案件 整个规划过程时间耗微的人力都是蛮久的 最后也都完成了 那也感到蛮新闻的 很多说为善不育人知 我觉得这个不合时宜 这些人为善不育人知都没报好的事情 都是做捐换科的社会就乱掉 所以说一直在强调行善炮砖引力 去年的11月28号的一个非洲行愿的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 也受到社会的很多这些社团的肯定 地方人士的肯定 我相信我们市指会的宗旨 我们林会长去年都有一一把它完成 早年他就秉持着山顶人那种特有的憨直性格 广街善缘 层层的堆叠出曾经辉煌一时的大饭店 他却总是说帮助别人其实是在帮自己 这叫做无心插流流成音 假如说我没有乐善号书 免会提供厕所 免会提供开水给你们 就没有今天 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 让高耸入云的大饭店成了断圆残壁 所有的心血腹之东流 说是心痛却也留下无限的善意与转机 我一讲一个故事说 人家都借了老人家借给我 他们早期要钱借了 结果他已经够数了 然后我就会拜一拜我就要走 当然我只要拉到旁边去 所以他就拿一包三万块 共产党帮我带去三万块钱 你看有多感动 年幼时年仅14岁的林会长被迫分家 为求生存除种植各项农物也得当挑副赚钱 北县时逼得十八样武艺样样精通 也培养出吃苦耐劳的特性 小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分伤洗漱 当然我们吃到轻尖 我们好够检查又够吃肉 那就享受了 从小时候转上十一点 挑子准挑到知己天亮起来 还有比这个更辛苦吗 然后我们就要想得开 碰到的事情 就是用心去解决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从武道友白手起家 最重要的是说 打拼是有关系 你愿意去努力是有关系 比平常行善部书也有关系 林世荣传奇色彩不断 以过人胆识势必恭清的态度 让原本宛如鬼震的电影城 摇身一变 成南台湾第一大的片场 当初来到台湾的电影文道产的时候 那里面也是重新整理啦 那也是跟我们会长夫人 两位冒冒的在耕耘 把这四位起死回生啦 我是慕名而来 感觉到这个台湾电影文化城啊 是一个最古老的地方 台湾城已经嘴巴没有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古早的味道 其成功典范不仅在坚忍不拔 助人为乐的特性 独特的行销手法 及疾风类型的性格 缔造了成功的关键 非常要处理事情 他说到要做得到 要做什么做什么 如果他有什么交代我们 一定要去做好 所以我跟到他的旁边学习很多 所以说我们年轻人 能够努力 能够做的时候 就尽量来去做 不然说我做安稳就好 这世纪经济不一定 就就安稳了啦 林会长将他不论处于任何境况 始终秉持着热切的心 自哭行善收录于书中 希望将本身经验 以结缘的方式 分享给社会大众 人心的美好与良善 期盼现在的滋滋学子们 也能够不怕困难 奋起振作 早日开出一片蓝天 林会长即将卸任之际 仍刻进绝职 让长期引来的人生奋斗 和以善行销阿里山狮子会 集结成策 在全省各大书局 与社会大众分享